殷墟原名北蒙 是商朝中后期国都 商朝人称之为大义商 后世则称之为殷墟 自十九位商王盘庚迁都于此 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时间长达273年 战商朝国座时间的百分之四十九 末代君主周武王继位后 扩建殷墟南面的军事要塞墨毅 继朝歌增设为刑都 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激发以应有重罪为由 率虎奔三千 甲氏四万五 出兵攻打朝歌 商周王兵败自尽 立国五百余年的商朝宣告灭亡 而昔日的大义商 也被新的京师浩京所取代 沦为了后人眼中的殷墟 1928年 殷墟正式开启了考古发掘 经历九十余年的考古工作 已清理出的大小墓葬超过一万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根据墓地延续时间判断 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期 其中殷墟第一期对应的是 商王五丁前期 二期对应五丁至足甲时期 三期对应领心至文丁时期 四期则对应地乙和地心 也就是咒王 这也就意味着 殷墟四期的文化面貌 可以窥见商朝末世的景象 但殷墟四期的考古发掘 却与传统中印象中的末世王朝 大相径庭 首先是墓葬 墓葬的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当时的人口 而人口的多寡 又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在殷墟的西区 孝民屯 大司空 七家庄等墓葬区 年代落入第四期的墓葬 占比均超过62%以上 这意味着 在商朝昼王父子统治时期 国都人口数量超过了一期至三期人口数量的总和 而在社会人口构成中 占比最多的是自由民 第二是奴隶 第三是军队 最少的则是王室和贵族 其次是建筑 殷墟发现的族裔聚集区 在第四期时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四合院式的建筑 建筑的数量和复杂程度 绝非此前的半地学士建筑可比 此外 以续园为纽带不同族一家族墓地之间的空白地带 在逐渐的消失 换言之 当时国都的土地利用率在大幅度提升 其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长 第三是青铜器 商周是古代青铜铸造的鼎盛时期 但与西周传世青铜器相比 殷墟此前出土的中晚期青铜器 气壁较薄 纹饰也较为简单 给人造成一种末世王朝国力衰退的景象 但殷墟四期的考古发掘证实 昼王统治时期 商朝青铜器出现明气化 气壁较薄的青铜器 事实上是专门用于随葬的陪葬品 而青铜锂器的铸造技术 不仅没有出现所谓的倒退 反而出现了技术革新 体表现为体大 壁厚 造型新颖 文士精美 繁密 此前被认为是西周初年才出现的 华冠凤鸟 方座器等心理器 在殷墟四期文化中找到了逃犯 逃犯 也就是器具的模具 青铜器制造形制的革新 离不开强大的国力支撑 显然 殷墟四期所呈现的种种欣欣向荣的奇景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 形将灭亡的王朝 更不符合武王法咒所宣扬的 咒王残暴 导致众叛亲离 国事衰微 周武王法咒的实施词是 金商王寿 婚期决以王父母弟不敌 比暴虐于百姓 而周人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也往往将胜利的原因 归结于周武王的逆天命 和周武王的顺天时 却绝口不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武王法咒时 商朝军队的主力并不在国度 而是远在东夷 事实上 就连西周自己的文献 都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可理之处 一方面表现的是 周王大军的临阵倒戈 周武王仅用了一夜的时间 就顺利的灭亡了商朝 另一方面却又记述了 此次战役血流飘处 俘虏无数 而殷须四期所呈现出的景象 可以说 揭穿了这个谜田大谎 商朝的灭亡 绝非是自身的衰败 众叛心理所致 而是有诸多偶然的因素在内 其中既有主力外调 也有周军攻击时的突然 周武王行至木野 周武王才得知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刊载的研究员 岳战伟的研究中就指出 商朝被周人灭国 原因很复杂 并非是因为国力衰败所致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中国有六座最怪的坟墓 不仅埋葬着故事 也埋葬着传奇 国人讲究生有处 死有地 人活着住房子 死后拥有一个土馒头 也就是坟墓 而在誓死如生的观念影响之下 古人建造坟墓的宗旨 不外乎就是豪华坚固 对于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家 建起墓葬来 要考虑到华丽 还要防止被盗 而这六个坟墓中 不仅埋葬着亡人 埋葬着故事 也埋葬着传奇 第一个 特让人不敢相信的孙悟空墓 孙悟空是吴承恩笔下的人物 按照道理来说 他在阎王爷那里 毁掉了自己的生死簿 故此 人世间本不应该有他的坟墓 可是在顺昌县承西北部的 宝山主峰上 考古人员 竟发现了孙悟空兄弟的 合葬神墓 在顺昌宝山双圣庙内 有两块墓碑 左边是齐天大圣 右边是通天大圣 按照历史的杂具资料显示 孙悟空是兄弟姐妹五个人 他们分别是大姐 丽山老母二姐乌芝芝 大兄齐天大圣 小圣通天大圣 三弟耍耍三郎 看来孙悟空也是有原型的 第二个 名字搞错的墓 在四川成都南台寺的庙后 有一座大坟 墓前立着一个破旧的墓碑 上面写着 花千总之墓 立碑人是清朝的四川提督 唐泽波 千总相当于现在的营长 可是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 这座墓位于四川成都南台寺的庙后 墓碑上写着花千总之墓 这座墓主是一匹战马 名字原叫花千葱 但是因为这座墓碑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经过日晒雨林 就变成了花千总之墓 三 给龙剑的墓 龙是中国的象征 自古以来 我们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但是要知道 这世间是不存在龙的 龙只是在神话传说中存在过 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 乾隆来到谭拓寺内 烧香拜佛 寺内有一对青蛇守护寺庙 等乾隆过来的时候 一条青蛇突然现出原形 想要向皇帝讨要奉赏 皇帝没有同意 还赤则青蛇是供奉之物 那天中午 寺庙内的白粥比以往要好吃三分 吃到最后 乾隆发现 锅底有一条青蛇的蛇骨 大青蛇果然遵从了圣旨 做了供众之物 寺庙内的僧人念及赤城之心 便建了这座龙塔 又称之为大青塔 四 秦始皇的独木 秦始皇自称功高过于三皇五帝 但是总归还是凡人之躯 难逃一死 秦始皇其实是有先见之明的 他害怕自己死后 会有盗墓贼前来惊扰他 于是为自己的陵墓尽心尽力 修建时间长达三十六年之久 还在灵墓中布置了大量的毒气 可以让所有的盗墓者有去无回 秦始皇的灵墓的水银 是常温下唯一呈现液态的金属 含有它的用品 一旦被打碎 水银就会蒸发 而且它的吸附性能特别好 水银蒸汽容易被墙壁和衣服等物吸附 成为不断污染空气的源头 虽然少量吸入它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危害 但长期大量的吸入 则会造成拱中毒 五 庞统的血木 当年 庞统在禁围落成途中 因立功心切 战前坐骑师经与刘备换马 冒险过落凤坡 重埋伏而被射杀身亡 与刘备换马 实际上是带主子而亡 忠心可见 后世为了表达对庞统忠诚的崇敬和联系 在白马关头 修建了庞统祠墓 在庞统祠墓北面的落凤坡 还建有血坟一座 血坟 让人听来 就能想见当年战争之惨烈 更对庞统的忠诚 多了几分崇敬 这应该就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 也许 依观肘 更贴近一些 在离牛首山不远的长江边 有座没有碑文的碑墓 这是南寿初年 臭名昭著的奸相 秦桧之墓 秦桧市居建康 并被宋高宗封为建康郡王 此后 埋葬在南京西南郊的 木龙镇 木牛亭 当年墓碑上 封碑易立 不捐一字 据说是因为无人为其撰碑文 明朝成化十一年 1485年 秦桧墓被盗发 盗墓者 获金银器巨万 被抓获后 当地官吏 有意减其罪 恶会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